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数月 早前 中央援建的首批六个社区隔离设施已交付使用 为染疫者提供一方可以隔离治疗的场所 位于香港元朗区的新田方舱医院 于今年3月9号正式投入使用 超过650个隔离房间中 最多可容纳2000多名隔离人士 运作至今已一月有余 一个多月来 隔离者来了又走 不变的是方舱的守护者 他们历时数十日 坚守岗位 致力为隔离人士提供舒心的服务 麦志宏亲身参与了新田方舱医院的前期施工 见证了工人们投入的血汗与艰辛 如今的他也乐见香港疫情的稳定与好转 于他而言 此前的一切辛苦都十分值得 基本上我们只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去建造 当中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 在这个方舱医院 还有到现在这一刻去做维修保养 在那刻就算多辛苦都好 我觉得自己都是一个香港人 怎样去到为香港或者社会出了分力是很重要的 方舱医院的正常运转 离不开安保人员的日夜巡逻 梁伟杰告诉记者 除了日常巡逻 保安同事还需对方舱中的硬件设施进行定期检查 确保隔离人士能正常使用 由于方舱医院居住的是染疫隔离人士 因此保证公共设施的安全卫生 避免交叉感染是防疫的重中之重 在防疫监督的冯英奇看来 除了保证设施的清洁 对需要帮助的隔离人士施以援手 也是防疫员的分类之事 每一个洗手间我们的防疫员在里面 只要有其中一位隔离人士是使用过 那我们的防疫员都会立即进行清洁 有时见到入住的隔离人士是年纪比较大 那他们出房去洗手间或者去浴室 那其实他们见到他们行动不变 那我们的防疫员都会是主动去看看他需不需要扶持 新田方舱医院由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负责管理 高峰期约有240名入境处人员在其中工作 乘客家所负责的热线电话中心 每天24小时全时运作 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聊天与隔离人士保持联络 竭尽所能保障他们的及时生活所需 初初营运的头过几天 有一家三口就一起入到隔离设施 是两个年轻的父母和一位岁岁的小朋友 他们来到就发现我们方舱的沐浴间 只有一个花灑就没有得浸浴的 他们也有打电话给我们 提出了有没有地方是可以浸浴的 我们同时也很迅速去找到一个冲浴膠盘 当晚都立即交给他 那两位父母也都很感谢 觉得我们很细心 有求必应的背后是冲突的物资工艺 对于负责物资管理的何炯林来说 每天的主要工作之一 就是在仓库中及时清点生活物资 我们安排了小朋友 我们会有一些书馆给他们 有玩具给他们 我们曾经都试过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小的 可能初生只有两三个月的宝宝 那我们其实连指尿片和奶粉 其实都有准备给他们的 我们也都可能之后再增设了一些 例如是消毒洗手液 口罩 酒精初手液 或者可能是一些不同种类的杯面 零食 去提供给我们入住的市民 让他们有一个很舒适 和很愉快的隔离体验 为及时照顾隔离人士需求 入境处还安排了一辆关爱号小货车 每天满载各种食物 生活用品 定时定点进入隔离设施 为有需要的隔离人士送上点滴温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